羽黄碑记 作者 九木 我讲 潜龙在野 第146集 来到了方行的院子 几个人就累到喘着粗气 方行有点不明白 他就说 你们跑什么 遇到了野兽吗 遇到了白眼狼 家温就哗苦地说了一句 方行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之间的事 都没有再继续追问 他就眉起眼笑了一笑 如果是不了解这个人的话 真的会被他整面和爱可亲的神情吸引住 几个人都知道 方行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这一阵子 他面上的表情 只能给人一种全身发冷的感觉 你们先去把行李放下 我这里条件简陋了一点 但是什么都不缺 方行已经给每个人单独准备了房间 这个丸子在他们几个人出生之后 就扩建了 二度的几间屋本来就是给他们预备的 对于分开住 几个女孩有点害怕 不过在这阵子也不好提出来 只能够硬着头皮 把行李放进去再说 再出来的时候 方行已经准备好了齋彩 几个人就围坐在一起 但是国怀心事 周晓齐和硬地望向任雪亭 任雪亭只是低下的头下吃饭 一顿饭地吃下去 以前的热闹已经不见了 这种气氛的确令人感到压抑 这里是炎慧的主场 如果换作周晓齐和李建露的话 怎样都会硬撑地活跃气氛 不过炎慧偏偏偏又是一个寡然的人 吃了饭就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不讲火 你们可以到处走走走看 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 过年在我这里 家里都同意了 方行问 同意了 炎慧答道 那你们几个呢 今年过年一定要来 同意 李建露回答道 其他几个人也点了下头 对了 上次等你们帮我查案子 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想起了什么呢 方行说完 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也没有说话 还是炎慧先开口 师傅 你不说我们都差点不记得 村里面要建博物馆 村长叫各国家 把手里的文物都交上去 你手里面有什么要交 你们下山的时候 就和我带给村长 这么多年 我也不指望 能够查出了什么 李建露 听见炎慧的话 有点吃惊 炎慧显然 没有把他知道的事情 告诉方行 他原本以为 他们发梦的事 在方行那里 也不是什么秘密 不过现在看来 炎慧那把嘴子真是很密实 啊 师傅 博物馆起来之后 你可不可以去做个顾问呢 炎慧就问 啊 是啊 方师傅 你这么博学 去做顾问 是最合适不过了 李建露也加了一句 哈哈哈哈 我要走了 所以 先急着等你们来 过完年呢 我就走 我最喜欢是清静的 啊 师傅 你要去哪里啊 魂游四海 李建露 就担高头 看了一眼方行 难道他准备放过这个村里的人 一想到这里 他一走神 就把筷子摔到地上 李建露 收起筷子的时候 又再看了一眼方行 正好就对上了方行 望过来的目光 方行双眼明亮 一点老人家眼睛的运俗之气都没有 眼里面虽然是含笑 不过李建露看见了 还是有点害怕 任雪亭是第一个扔下的筷子 他把自己的碗筷洗干净了 自己入屋休息了一会儿 任雪亭知道李建露说得对的 他们不应该受所谓前世的干扰 不过他做不到 那天的晚刻 从唐林老师家回来之后 他前后两个梦 其中一个梦里面前世的身份 就是两当院 施野刘从阳 梦里面 他心里想的 全部都是飞黄腾达和黄明 他不愿意再生活在两当院 这个窮乡辟养 他想去京城 过上人人景仰的日子 为了这一切 他们绑了花婆婆 杀了徐泰衣 还将蛇谷村 整条村的人 全部都毒死了 后边有一个梦 等到任雪亭感到匪夷所思 到现在 他都未想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 他见到自己一生的聆络 在京城过着逍遥的生活 人人对他的尊敬 周围京常有美女围绕着 竟然还能够入皇宫 刘从阳 是不是死了吗 去京城的是他前世的梦想 为什么在记忆里面 会有这么多关于京城的梦境 在梦里面 京城生活的展现 完全就是刘从阳梦想的生活 难道刘从阳也回去了 不是啊 如果他回去了 他怎么敢在京城里面逍遥呢 皇上交代的任务 他真的一样都未完成 任雪亭想到这里 他真的有点懵懵的 醒过来之后 任雪亭一直被自杂所掩埋 他原本以为爷爷的秘密 就已经救他落地獄了 没想到群葬墓里面的那些尸体 竟然是死在自己前世的毒杀之下 任雪亭不怪周晓齐口无遮难 他这样的人 真是不配得到爱情 下午趁着天还亮 任雪亭打算去一趟山顶 他前世没有看明白的事 他看看能不能再看出什么名堂 周晓齐吃过饭之后 就在锤房里拿了一条萝卜出来 他准备丢一个任雪亭出来之后 再跟他道歉 当他拿雪白的任雪亭走出门房的时候 他看到任雪亭出了丸子 周晓齐跟着他身后 几十米的距离 他又不是有意跟踪任雪亭的 他只是想找个机会道歉 任雪亭上山很快就爬到高处 然后他站在那里 可以看到整条村的方向 看出神 前世的记忆里 他过一晚登山看着村里的格局 村里的人 用房子来摆出一个八卦阵影 这一点他清楚地记得 今天他再遥远地看一看村子 即使隔得这么远的距离 也看得清楚 之前的格局早就被打破了 而家村里的房屋排列 没有任何章法可以说 多数房子都是按照南北朝向 亦算是规矩 有几间房子为了避开农田 朝向都没有那么讲究 任雪亭正看到出神的时候 身后边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他又骗了腰间里插着手术刀 轮转头一看 他见到周晓齐弯低身 离他在没多远的地方 好像看着什么似的 任雪亭刚刚想开口 见到周晓齐将手指摆在嘴唇旁边 做了一个禁声的动作 他顺着周晓齐的眼光一望过去 地上边竟然好像盘着了一条蛇 周晓齐在身上拿个袋出来 拿着一条树枝 挑着一条蛇迅速地丢到袋里 在这个时候 你又不应该在这里冬眠 为何走出来 是不是饿了 周晓齐对着袋 不停地自言自语 你…你跟着我做什么 我怕你想不开 任雪亭转转身走了 周晓齐立刻追上去说 我的任姑奶奶 我跟你道歉 今天也是我不对 不应该这样对你的 我跟着你 只是想找个机会来道歉 也是保护你 你看 你就撞了一条蛇 虽然她现在走得不快 不过也很危险 不用理你 你知道我这把嘴 从来都没有遮掩 今天就开个玩笑 你明明一个大姑娘站在这里 就算你前世真是个男的 今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真的没有恶意 有谁没有几个前世 可能我前世是个美女 花灰也说不定 周晓齐 我们… 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 我们不会有未来的 什么前世不前世 影响不了我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以后也不会有未来 你…你干什么 我们从小时候的性格就是一样的吗 这样打打骂骂一起长大的 我们有多深感情 什么未来不未来 不是你一个人说也算的 是要我们共同去努力的 周晓齐听到她这么说 就开始有点急了 任雪亭她又不是任性的 自从她知道了爷爷的秘密之后 她心里便有了打算 这个是她一个人的秘密 她又不会把任何人牵扯进来 任雪亭林只要家人平安 为了等待这个机会 她已经做了很多准备 未来是怎样 她又不想得那么远 多谢收听《与黄悲记》 我是潜龙在野 如果你喜欢本专习的 请你点赞、订阅和转发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